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战役中 及时发现确诊患者鉴定密切接触者 再将他们隔离治疗 是阻断病毒传播链的重要措施 因此为了更有效的监督确诊患者和密切接触者 从3月11号起 政府决定强制他们佩戴电子手环 并且也允许私人医院的医生 对疑似患者发出居家隔离令 以进一步遏制病毒扩散 卫生部部长Nadusli Ahan Baba 连同首相署部长Nadusli Taki Yudin 今天在出席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会宣布 政府将在2021年紧急条例下 新增第15之A条文 强制三类人士佩戴高科技电子手环 为期十天 违规者将面临罚款 现在我们有CAC COVID-19 Assessment Center 这些人士佩戴高科技电子手环 这些人士佩戴高科技电子手环 在互联网上 阿汉爸爸说 从3月11号起 私人医院的专科医生或普通医生 也可以对疑似患者发出居家隔离令 并指示他们佩戴隔离手环或追踪装置 以便在筛检结果还没出路之前更快速的控制疫情 其他新规定也包括允许卫生总监发出一般指示或特定指示 来采取防范及控制疫情措施 同时允许政府针对雇员或代理 在受雇佣期间的行为或疏漏做出提控及罚款 其中第三一条文阐明 一旦违法将面对不超过五万令吉的罚款 或监禁不超过六个月或两者兼时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